2比6,那输给了扎拉波瓦 哦,漂亮 比如说在冬场的这 哦 哦 哦,漂亮 哦,可惜 两人在底线呢,这个多拍的回合可以继续 伴随着这个高分贝的喊叫 那现在我们看郑杰也已经 哦哦,漂亮 好漂亮 哦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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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,漂亮漂亮 哦 哦 哦 过于的发力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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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哦 哦 哦 反弹的借力 可以说在意乐点的控制 证捷多 非受波性失误反而比证捷还多 有惊无浅 漂亮 整个的动作我们看 依靠上肢的前倾 这个幅度很大 这样的话呢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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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顶 哦 哦 哦 这个比赛 他以前可能会打得非常自信 因为这个正拍也好 反拍也好 都是打得这种很强势 能够打进 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 最后一路过关斩战 打进最后的角色 沙拉波娃呢 先把角落打开 打进最后一路过关斩战 就说实话就很难就是你找到这个动作的这种规律或者是韵律 说来不往有惊无险的拿下来这个发球局 好球 我漂亮 我漂亮 嗯 也有这个领线过 但是呢 可以说这是莫名其妙的 漂亮 这小的飞雪很快 哇 漂亮 哇 嗯 嗯 哦 漂亮 嗯 哦 双方在底线大角度回球相互调动 我觉得就移动能力 就移动能力来 也是很有很有威力的 尤其是跑出去这个 嗯 好漂亮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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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啊 啊 这局正结可以说这个士气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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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啊 漂亮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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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分可以说郑杰非常有耐心 场面上很被动 但是郑杰也试图让对手再跑 这两个人在香港打过一场表演赛 漂亮 上网的一本正拍 是压到底线上拿下这场比赛 在此也恭喜郑杰 对 最终呢郑杰是以2比1的比分 战胜了俄罗斯的选手沙拉波瓦 挺进了印第安维尔斯战的第四轮 那么下一轮他将迎战刚刚复出的 澳大利亚的老将莫里克